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2020年8月20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习近平与隔墙的按战 这是一个有一点戏剧性的题目 但是新闻就没那么戏剧性 就是上个周末 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都出来活动了 那么最先出来的是谁呢?是习近平 习近平18号去安徽视察 安徽有没有水灾?安徽基本上没有水灾,安徽水灾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是去几个地方,一个地方是 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一个是布阳 然后是 布阳 先到布阳市,然后转马安山 然后去了合肥 20号是在合肥 那么 20号在合肥,中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20号 李克强也出来了 李克强出来 李克强去哪儿了呢?李克强是在星期一,18号 开国常会 开完国常会,20号李克强出来,去哪儿呢?去重庆 重庆 重庆真有水,重庆水很大 重庆水很大,然后他就直接就中午,中午11点 飞到重庆 下飞机去灾区,那么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 成鲜明的对比 那么 李克强穿雨靴,然后就 旁边也没有很多的水丑,然后就跟着几个人就跑到那个 灾民中间去,灾民我怀疑也是安排好,也是群众演员 然后就,但是不管怎么样,别人穿了双长铜雨靴 在泥泞的道路上奔走,这个和习近平 站在这个干干的这个水泥路上 然后一群人围着他,他两手往后一背,挺着肚子在那讲话,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李克强瘦瘦的 这个习近平挺着肚子 这个形象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 这个倒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有不同的 状态状况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最大的问题在人民日报跟新华社 人民日报新华社呢,就是习近平 头条 然后 二条三条四条都是习近平 然后李克强,李克强视察新闻没有 李克强给了他条什么新闻呢 李克强给了他一条 讲给大家听 梅登,梅登李克强的新闻,先讲习近平的新闻 习近平是这样,习近平 头条,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习近平在听取军队 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时强调 发扬连续作战作风 切实完成防汛救灾后续任务 这里面呢 习近平这个新闻呢,这个一箭三雕,第一件事情 把军队拉出来,其实在这次水灾当中 军队啥都没干 就拉了江西出来了一千多人,然后 反正部队在这次救灾当中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然后 这条新闻呢,习近平第一个 抗洪,意思就是我到了抗洪第一线,但是你一看现场就知道 那什么水都没有 那是灾后重建,已经是灾后重建 他跟现场是没有水灾的 这是第1个 第1个讲他去了灾区 第2个把部队拉出来 把部队拉出来呢,给部队一个面子 第2个,第3个呢 也显示出他的,你看他这个 他是汇报工作,汇报情况的是谁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然后是东部战区 然后是安徽省军区 然后是武警 分别汇报军队参与防护救灾的情况 这叫什么 这就是把自己的,广东话叫赛马 把自己的马晒一下 晒给大家,晒是什么意思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给大家看 你看我一来 然后底下的这些全来了 然后就 讲什么呢,讲这个出队了,出动了120多万 人次的兵力 去救灾 如果军队出动了120万次 救灾 那他能见度低成这个样子,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宣传部门故意忽略部队,是吗,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我们去翻译一下,在这次 从5月份 6月份吧,正式进入汛期6月份 到现在是8月份,两个多月时间,你看一下有多少条跟军队有关的新闻 没几条 他就是 反正你看 专门说的话 都是反着的 这习近平的报道 然后李克强报道什么呢,李克强就没报道他 没报道这个 没报道他去视察重庆 报道什么呢,报道这个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实施条例 报道一条这样的新闻 那实际上呢,李克强是 什么情况呢,李克强是8月20号上午11点 飞抵重庆 报道的是谁呢 报道的是 中国政府网 中国政府网实际上是在国务院手里 那么中国政府网报道李克强 这个来了一段 然后配两张照片 李克强的新闻是什么时候出的呢 是下午3点钟出的 然后其他的新闻网站都不专载,只有一个新网站专载 财新网 财新网专载 其他网站都没专载 新华社也没专载,人民网也没专载 那大家看一下 新华网和人民网不专载,肯定是因为新华社没发稿 新华社没发稿,可能新华社根本就没人去 可能没去 所以没发稿 这就说明什么 大家互别苗头 这个之前是有消息说 说那个 习近平曾经不高兴 说那个给李克强的版面太多了 要不能给太多,那么现在就直接就连新闻都不报 这就是习近平不喜欢 不喜欢这件事情 但是这里面有两点,两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 李克强 20号 去重庆 他有没有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为什么 他至少等 等习近平18号去了安徽 他再出来 之前曾经有过新闻就是 我们一直在批评,批评习近平 这么大的水灾都不出来,他就不出来,习近平就没出来 一直都没出来 安徽是第1次 这叫什么 这叫独裁者的任性,他就是这么任性,我没关系 我就不出来也没事 他的确没事 那么这是第1个,第2个 习近平不出来,其他人就不方便出来 不方便出来 包括李克强,李克强想出来吗,李克强想出来 曾经有传言从北京传出来,说这个李克强是想出来 不过习近平不让 不让出来 我不出,你们也别出 那18号 习近平出来了 跑到安徽去 就是没有水灾的灾区去视察 那 既然 习近平出来了,李克强就等他出来了,那就20号去 直接就去水最大的地方 重庆,这就是有想法的 去他选重庆 就是有想法,因为第5次洪峰 过重庆 所以他去重庆应该是 这就是给 给习近平难看的 大体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反正两个领导人 出巡 一个做头条,一个连报道都不报道 但是也给他板面 但是报道其他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所以 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 也没毛病 也没毛病,没毛病是因为可能没点头,所以 所以 这就是中国的官场 中国的官场的情况是什么 不能有毛病 你做的事情,你想做你想做的事情,没问题 但是不能有毛病 在大的原则向符合的情况下 我放自己的东西进去 习近平没出来,我们大家都不出来 政局其他的常委都不出来,等他出来 你出来是吧 你去了安徽,没水 行,我去重庆 水最大的地方 那就给你,你有点难过是吧,但你说不出来 就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 这个老大做大一点 这个李克强 不能登,但是不登也不行 那是登什么呢,那是登别的 大概就是这样 这就是目前中国官场的情况 那么我今天还想讲另外一个新闻 另外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比较 就是比较大了,但是 这个新闻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忘了说了,这个说什么呢 习近平出来 李克强出来 栗战书出来,栗战书20号也是 出席什么世界第五次议长大会视频会议出来 汪洋出来 汪洋主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提案都办协商会 就是 就基本上看,这就开始出来 你可以看到的一点,是什么一点 就是镜头不仅仅是现在的这个 我们之前讲 在 18年左右的时候,习近平的 个人的形象放到最大,基本上2018年 2018年以后,习近平 在舞台上 就出现了李克强 就不仅仅是有习近平了 旁边就有李克强了,19年开始就有李克强了 那么现在不仅仅有李克强了 那还有其他人 还有其他人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讲 习近平的地位 和原来相比,已经有不同了 他的地位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原来定于一尊 定于一尊,应该是18年左右的时候的事情 那么现在已经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习近平的权力 是受到了削弱 随着形势的变化 那我们再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个财经主题 但是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讲的是什么呢?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的末日即将来临 8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个规定 叫什么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其实是一个司法解释 那他这里面有几个主要的变化 这个变化对整个 借贷市场影响非常大 大家知道两点 第一点 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 银行的贷款,其实80%是被政府占有 80% 政府的项目 加上这个政府的融资平台 加上国有企业 大概占有了这个金融资产,就是银行的 贷款的80% 剩下20%才是给这个企业 才是给实体,才是给各种各样的 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银行的金融服务不能够覆盖整个社会的需要,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很多的金融 但是银行把 政府占有了太多的这些资源 那怎么办呢 有这么多的社会需求怎么办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民间借贷 用民间借贷的方式 来满足这些 银行现在覆盖不了的这种服务 但是 政府就是蛮横,又蛮又横 而且愚蠢 今天发布了一个规定 他规定 他规定规定了几件事 两件最大的影响的事情 第1个 民间借贷利率 受到保护的上限,大家知道民间借贷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签合同 因为你签了合同 你这个借贷行为才受到法律保护 如果你没签这个合同,或者是你签的这个合同不受保护的话呢 那可能如果借钱的人不还,你连官司都没得打 所以呢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规定影响非常大,因为 合同很重要 受保护的合同内容更重要 他就说 第1个规定 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 但是 一年借贷的利率 LPR的4倍 那么今天公布一年期的LPR是多少呢?3.85 3.85的4倍就是15 也就是说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能超过15.4 也就是16 大概16 这是第1个 就是你想一下 民间借贷受到保护的利率水平是15.4 这是第1个,第2个 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 以盈利为目的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贷的 应当认定无效 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是 不是有 放贷资格 那你的借贷是无效 你的借贷是无效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两条 第1个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 和 民间借贷、民间金融圈、金融服务 将遇到灭顶之灾 这两个规定一出来,灭顶之灾 最重要的要素是 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利率 通常来说呢 你想借钱 我又想,我又有钱 然后你跟我借钱,我们就商量借款的 借款其实最重要的成本是什么 就是利率 或者是价格 资金的价格就是利率 那么 那么现在 最高人民法院 直接规定 受保护的,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之间谈好我不管,你们怎么谈我不管 但我只保护什么呢 只保护 LPR的4倍的利率,以上我不管 那原来是多少呢 原来是24% 和36% 24%和36% 中间差多少 中间差非常大,一个是,我们就算大数16 16就差8% 36差20% 这是什么概念 你看 LPR LPR 3.85乘以4就是15.4 2015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 就是还是这个规定 2015年发布的规定,是这样规定的,当初是这样规定 第一 借款双方约定利率超过24% 就不止 就是 不超过24% 人民法院支持 支持这个利率水平 也就是说 不超过24% 的利率 全部受保护 就是合同 我保护你,这是第1个 就是 法院的裁判会保护24%以下的这个部分 这是第1个,第2个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36% 超过部分利率无效 只要36%以上我不无效 但36%以下 就是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以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 也支持 这是两个 所以呢,原来是24%和36%两党 两党 那么这两党呢,实际上是保护了 民间借贷的合理发展 但现在你突然一下子把它变成15% 15%呢 等一下我讲影响 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把国务院1998年 到了有一个247号令 这叫什么呢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到了2011年又修订了,其中有第4条是这样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业务 是非法金融业务,属于依法应当取缔范围 那么他现在的这个规定就是跟这个规定 跟这个规定走 这是第2个,第3个 严格限制高利转贷行为 高利转贷行为它是执行两个,第1个 继续执行 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现在的规定是在15.4%以下,我全部保护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 超过的 所有超过的 包括逾期,包括文约金,包括其他费用 都必须在15.4以下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如果你真的签了一个这个合同 对方怎么耍来 他只要付15%的利息就可以了 所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两件事情一出来 这两件事情一出来,这件事情就很麻烦了 先说背景 先说背景 国常会今年以来开了很多会,开了很多次会 两个 两个货币政策方向 第1个,增加货币供应 就叫灵活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 什么意思呢,人话就是 增加货币供应,增加贷款 就是让银行多放贷 这是第1条,第2条 引导贷款利率成本下降 下调 就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 除了多贷款给他们以外 还有想办法把,将那个资金成本降下来 这是整个的货币政策的方向 货币政策方向 国常会,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好,人民银行也好 银保监会也好,在不同的场合,他们只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 就是我把资金成本降下来,就是支持实体经济 但是这是完全不懂经济,也更不懂市场经济的 做法和想法,那么中国的政策模式是什么 中国的政策模式就是取抓共管 当老大有个想法的时候 各个部门所有人都按照这个想法去执行政策 于是呢,国常会开完会之后呢 然后人民银行也想,我该怎么做贡献呢,好吧 我就来规定 规定你的贷款利率不能超过15.4%,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 从 从政策的角度,从国常会的角度,没毛病 这就是中国官场的问题 没毛病 但是它不符合 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为什么 我们先说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最大影响是消费金融 消费金融影响最大 为什么 对于消费金融的这个服务机构来说 贷款的利率是由什么构成的 有风险成本 有资金成本 有货客成本 构成的 大家知道 消费贷,现在消费贷是个非常重要的 资金来源 对很多市场来说 消费贷,包括房地产 都是用到消费贷 消费贷现在的规模大概有1万亿到2万亿之间 消费贷 那么消费贷的这个贷款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成本比较高 我刚才讲 有风险成本,因为你消费贷的人 他的 他的这个贷款的条件没那么好 所以他的风险成本是比较高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资金成本 提供消费贷的公司 他不是银行 他没有很低的 资金成本 银行的资金成本最低,因为他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储蓄 来自于这个储蓄 储蓄的成本,储蓄的利率 是所有利率里面最低的,所以银行的 资金成本最低 但消费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 他大部分的资金 不是从储库那里来 甚至不是从银行来,他可能是从 中间商来 所以他资金成本很高 这是第2个 第3个 货客成本 他跑到市场上去拉客户 拉生意 货客成本也很高 所以他整个的成本都非常高 贷款的成本都非常高 那么他有这么高的成本 他理论上我要挣钱 我要放出去的利率要不要高,一定会很高 一定会很高 那好了 你现在呢 原来我24%甚至更高,30%甚至36% 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中间我成本高,我还有利润,我能做 你现在把这个成本一下,把这个价格 价格一下子收到多少,15.4 我还能做吗 做不了 这个商业模式不成立了,因为他原有的资金成本还是这么高,他可能 他可能自己的资金成本已经超过10% 那中间还有运营成本 还有那些准备金呢 还有坏账呢,等等 所以他的资金成本可能已经超过10% 加上这些运营成本 他就没法干了 他就没办法提供 消费贷款 大家知道消费贷款多少,一万多亿 这一大块影响非常大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我相信大部分的消费贷 会悄然离场 他们没有利润空间 不一定会赔钱 但是肯定是没钱挣 没钱挣 我拿来干啥,我钱拿在这里干啥 我还封钱 我做这生意干啥,不做了 我拿钱干别的吧 这一块就跑掉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现在中国的主义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需求不足 什么需求不足,内部需求不足 外部需求不足 外部需求不足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出口 出口中国没办法 中国没办法 但是内部需求呢,你要刺激需求 刺激消费 但是你现在这个政策 会把消费贷干掉 你把消费贷干掉 本来大家都没钱花了 你还把消费贷给他掐了 这会对什么,对消费有巨大的打击 特别是那些大宗商品 很多大宗商品是靠消费贷拉动的 比如说汽车 甚至房子 买房子消费贷 拿来充首期的 还有什么 还有像什么 买冰箱彩电这些都是消费贷 甚至装修贷 用装修贷 来冒充等等 因为他没有钱 然后他的信用没那么好 那怎么办 那就用消费贷给他 银行是通过 很多时候是通过消费贷 来拉动他的业务 那你现在这一招一出来 消费贷灭 这是一头 第2个 虽然他把这个利率从24%一下子降到15.4% 但是其实呢 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不会下降 并不会下降 中小企业要获得资金,他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利率提高一点 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小企业他的 融资的资质条件不好 第1,他没有抵押 第2,他业务水平不强 第3 他的信用记录没那么完美 甚至他连信用记录都没有 一个这样的客户 他跑到银行里来,或者跑到金融机构说我想贷款 金融机构唯一可以给带给他的,只有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把利率提高 提高到什么呢 覆盖他的 风险成本 以上 我才会带给你 如果不能够 超过你的风险成本 我就根本不带给你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我一个中小企业,一个铁匠铺跑到来贷款 我跟他讲,那你要带可以啊 20% 带不带 如果他是拿去救命的钱,他20%我要带 因为我可能要救命,否则这个铁匠铺就倒闭了 那就带了2万块钱 他就渡过去了 所以呢 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去寻求资金是中小企业,没有办法的选择 你把这个价格一降降到15% 15.4,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小企业都不要贷款了,为什么 因为这些金融机构都不会把钱带给他们,因为他们没办法 支付更高的利息,超过的利息他是不保护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是愚蠢 又是不了解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什么 市场经济就是,核心是什么,就是价格 管制价格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供应不足 我们举个例子 当年很多 出现转型的经济体,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包括很多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只要政府 一定规定 这个价格是多少 这个商品马上就会从货架上取下来 不卖了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它进货的价格已经超过那个价格 那你不允许卖更高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就不能卖 我唯一卖它的原因是因为我 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把它卖掉,因为我的进货价格更高 所以政府当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的时候 他就会让这个服务或者这个商品 消失在市场 他现在这个动作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中小企业 最后获得资金的唯一 最后的希望 就消失了 因为中小企业如果没有政策的话 他跑到银行去借钱是借不到的,银行是不会借钱给他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中小企业信用资质不全 银行有更多更优质的客户,为什么要把钱带给他 这是第1个 第2个 银行有更多的优质客户的话 他可以用低风险的 成本 用低的价格带出去 他也不愿意用高的成本 带给高风险的客户 这就是他跑到银行去借不到钱的原因 那他怎么办 他可能就通过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那怎么办 那 民间借贷愿意借给他的唯一的原因是,我可以用更高一点的利率把钱借给他 如果你现在规定 只有15.4%,15.4%是APR是3.8% 如果你 定到这个水平的话 那民间借贷的行为就是不受保护了 也就是说中小企业最后 他能够融资的渠道就不存在了 这就等于把中小企业的融资后路给断了 愚蠢吗 非常愚蠢 这是第2件事 第3件事 网络科技,网络金融科技,网络金融科技的 这个业务 就没办法做下去了 为什么 就是根据他现在这个规定,就是资质条件来说 现在网络购物 网络购物经常后面跟着是谁 跟着是网络消费 网络科技服务 网络金融科技服务公司 这一块很受欢迎 过去几年发展的非常的快 就是你经常给你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 京东的白条 都是网络科技 这些公司呢很赚钱 为什么 因为他提供这种小额的 这个贷款业务 但是小额的贷款业务架不住量大 他的利率也很高 为什么,他当然以于运营成本,资金成本很高,运营成本也很高 但是呢,他由于这个利率水平比较高,他们这个业务还能做 你现在这个一掐死 这块业务也别做了 就是网络金融 网络金融科技公司 这个类别 应该就没有商业模式了 这又要死掉一大批公司 这一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 影响非常的大,你可以看到 大家记得P2P吗 P2P当年 就是拍脑袋 就是李克强,这个账量算在李克强身上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算在谁头上,但是 这件事情 和P2P的情况 类似 类似他的影响也很大 有没有P2P那么大我不知道 但是消费代本身 就是个非常大的规模,一万多亿的规模 所以也不会比P2P差 所以呢,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 不懂得市场经济 不懂得市场规律的 决策 做出来的后果 最近几年,你讲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变到到了今年的这个情况 有大政方针的问题 有很多大政方针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讲 政治上的问题 这个宏观经济的问题 经济结构的问题等等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政府 政府一个政策消灭一批企业,一个政策消灭一批企业 环保政策消灭一批中小企业 这个P2P消灭一批金融科技企业 那就是这样,就这种政府的这种 愚蠢蛮横的政策,导致了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消失 今天这件事情又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好吧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么 我总结一下,第1个 习近平跟李克强去灾区视察 那么 他们之间有一点微妙的问题 第1个,第2个 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一个 我读一下全称 8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个规定 第1个 将借贷利率一下子降到LPR的4倍 也就是大幅加降,从24%到36% 下降到15.4%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 第2个,严格限制 放贷人的资格 这两个规定一出来 民间借贷将血流成河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在这里强调一下,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关注我的推特号 跟这个脸书号 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因为现在平台的直播通知 不大灵光,所以呢,大家关注我的推特号跟这个脸书号 我们通常在直播前的10分钟左右,会把这个链接发上去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也可以进入直播 好吗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尽量简洁,那么三个,情况、问题、观点 好吗,我们尽量提高沟通效率 能够把大家的问题,把大家的观点都能够读出来 我们过去几天 效果还不错 好,鸣谢一下,纠错 读音 辅阳,读斧子啊,OK,谢谢,谢谢,一字诗 谢谢 谢谢 观点 洪灾的时候不去 现在水退了才去,又大肆宣传 老百姓也不是傻子 估计安徽民众暗地里就在骂懦夫,我觉得这样的宣传反而起到反面作用 明白人就明白,不明白的人还是不明白 观点,你看中国那些 杜大邀元的官员往那一站,围着一圈 围着一个大领导,一个个毕恭毕敬 生怕出错,就像清朝的奴才 这些人看着就和西方文明差一个等级 观点 看了习出版的《治国理政》的书 向左是他的主动方针 那么中共要针对的不是美国,是中国人 强硬的外交政策是幌子 让美国来做闭关锁国的元勋 9月23 9.23亿月收入不到2000的人 便是这次习造神运动的忠实粉丝 所以习理如何都不影响 这次中共向毛学习的极权主义 情况 今年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三月底车祸去世 交警大队偏袒对方无证驾驶超速 订了一个骑自行车在工业区内 正常过马路的人无误则 现在我们还在打官司中,等我回国后,我一定要去实名举报 交警大队的办案民警,我父亲是一个农民,也是党员 是林彪部队退伍回来的军人 深度老粉红,感觉他用自己的生命 让我看清楚了中共是什么组织 这件事情 我可以提个建议给你 父亲已经去世了 大家很伤痛,也很愤怒 如果你是在海外工作 如果你在海外工作的话 你有既定的生活的话,我劝你 不要去跟他们纠缠 过好你的生活 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反击 理解吗 因为不值得 因为你的生活已经有既定的 轨道 父亲去世很愤怒 你明白 你明白那个社会是什么 你明白那个政权是什么 你去揭露他们都没问题 但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把你整个的生活给 给搅翻了 这是不值得的 但是你要知道,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建议 你参考一下 提问王先生好,这几天在香港对上届泛民的立法会议员 应否留任,由人大批准延期一年的讨论非常激烈 请问你的看法,谢谢 我的看法很简单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林郑月娥也好,习近平也好,韩正也好 希望你怎么干 希望你怎么做 他肯定是希望你跟着一块眼 跟着把这游戏做完 配合他把这游戏做下去 如果他希望你配合他把这游戏做下去 你就不要做就对了 OK 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 就是你想着 他想让你怎么做 你就反着做就对了 其他的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反抗 你是在反抗 有些人说,如果我不在现场,他所有的恶法 一下子过去了 你觉得 还有什么恶法 比国安法更恶的吗 他都已经过去了,你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这是个什么道理 一个水桶 一个水桶 我要维持这个水桶里面装水,我必须保持这个水桶的每块板子都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北京已经把其中一根最长的板子已经抽走了 你去护着其他的板子有什么用,水一定是往下流的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明白 香港就是这个水桶 最长的那块板子已经被抽走了 你再去保护其他的板子,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现在要干的是什么 不是保护这个水桶 而是跟 抽走这个板的人对打 在打架,你还跟他下什么棋 你要想脑子里想的都是打架的这件事情 抄家伙找东西 跟对方干 你不用这种思维去处理现在的香港政治 为什么泛民这些议员 大家有没有感觉他们正在被淘汰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跟上整个社会的发展的步伐 这个社会在干什么 香港人在干什么 香港人在反抗 立法会的议员也要去反抗 用立法会的方式去反抗 如果不是做这个动作 还是想去维持的话 那他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掉 这是我的看法 提问,请王老师点评一下,最近上海公安局局长被捕 及背后可能的因素 不知道 我没关心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老实讲 他们之间内部就是 你想一下,上海公安局局长 然后公安部副部长 这都什么级别的人物 都是 公安这个系统基本上是中共 最基要的部门 最基要的 就跟军队的 基要地位是一样的 他们内部出自这些状况 我认为 外面所有人说的 都是假的 都不正确 一定不是这些人讲的这些故事 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有基要的地位,这些基要地位没那么容易把消息 透出来 我当期记者当这么多年 想把你要探测到内部的消息,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除非 你要知道 我做财经新闻很多年 我也做跑政治新闻 比较 财经新闻你获得新闻的难度大概是3 政治新闻你要获得新闻的难度大概是8到9,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比例 但是财经新闻获得的新闻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钱 那一个是钱,一个是犯罪,这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你要去了解像公安,像军队这些情况 你要获得的那些信息来源都是你要培养10年以上的线人 10年以上 而且 你得在这条线上跑上10年以上 你才可能培养10年以上的线人 你才有可能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我讲的是专业记者,跑这条线得跑10年以上 你再看一下 现在的YouTube也好 Twitter也好 跑出来喊着讲故事的这些人 有几个是专业记者 我没看到有一个专业记者 他们有什么线,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线 跑线知道是什么吗 跑线就是你至少一个月 要去一趟北京,那叫跑线 你否则怎么跑线,你怎么可能有线人 为什么跑中国线的记者容易被抓的原因是他没有选择,他必须跑线 跑到北京去 否则怎么做新闻,他没得做新闻 你想想看 这些记者才能拿到 我举个例子 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经常报些重大新闻 又拿到这个文件,又拿到那个文件,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记者跑上去啊,跑进去啊 冒着风险跑进去的 你说你坐在纽约,你坐在洛杉矶,你坐在 湾区,你可能拿到那些 那么核心的 机密 你这是对新闻专业的侮辱好吗 所以 那些故事 可以听吗,可以听,当故事听 就不要相信 因为没有任何的价值 因为没有,不是专业的媒体人 跑上10年以上,而且天天在跟进这件事情 你才有可能 得到这种级别的新闻 否则的话你是 不会知道 大家不要以为新闻是很容易 新闻是 讲得不好听的,提着脑袋的活 跑新闻是 脑袋憋得裤腰带上去跑的,因为你在中国 中国那真的是 你没见过公安打记者 公安抢记者的设备,抢记者的录音 甚至这个李鸿忠,大家知道吗,原来湖北省的 省委书记,抢记者的录音笔,就是李鸿忠干的 太多这种事情了,我的同事 我的同行,我的同事坐牢坐了三年 我的同行坐牢坐两年,坐三年 都是跑中国新闻的 所以跑新闻这件事情绝对不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知道内部的消息 他知道你是来打探消息的,特别不告诉你 就是能够告诉你,都不告诉你 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不打 我打不了 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跑线 所以大家 反正我把这个 把这个新闻专业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绝对 不是那么 我有关系,然后就问一下,然后他告诉你,然后你就知道了 对 你在某一件事情上可能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在跑这条线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等这种关系了 等不来的,没有用的 情况现在大陆那边各大新闻 铺垫 铺天盖地报道班农,还特别指出美媒体报道 特朗普前顾问班农被捕 在筹款活动中涉嫌诈骗 观点,刚刚新闻报道,斯蒂夫班农被捕,很多人在猜测美政界释放什么信号 我认为班农被抓是司法问题,暂时跟政治没有明显关系 我看到的新闻就是跟筹款 筹款就有关系,涉嫌诈骗,新闻就是这样的新闻 那么大家去搜一下就很清楚 班农涉及到哪些筹款 有些什么基金 不就知道了吗 没有什么呀 这个大家很清楚应该是,他跟谁在一起混 不是很清楚的吗 观点,比官僚更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 民间接待那么多年了,现在出来个司法解释,一下子把现有的金融科技 都搞死 那么在中国任何领域,任何的创新都必须三思 市场再好 需求再高 很可能你搞得风起云涌的时候被政府一棒子打死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政策 灭掉一个行业,一个政策灭掉影视行业 一个政策灭掉电影行业 一个政策 这些年一直在灭,所以为什么经济不好 经济怎么好的 对吗 拜托请教一个问题,中共的干部挂职是为什么,为什么要交换挂职 挂职是什么意思呢,挂职就是 挂职有一个,有一个安排叫干部交流 干部交流 干部交流为什么干部交流,比如说我是在银行系统 我在银行系统做了10年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其他的 其他领域的问题 那么所以呢现在会有一个干部交流,干部交流就是让你去 让你去其他领域 比如说让你去公交 公交公司 公交公司呢 你去那边呢 工作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公交公司发生什么情况 通过干部交流呢,让干部能够在 不离开现有岗位的情况之下 去其他的领域 工作接触 这样的话你能够知道各个其他领域的问题 情况 所以干部交流是培养干部的一个方式 那么挂职是什么意思呢,挂职就是 我派这个干部去那边交流,那我不能把这干部派过去了呀 那你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全部还在原单位 然后呢你就被派到那边去 那边去你还是要回去的 所以那边叫挂职,挂在那边 就叫挂职 就这意思 情况,分享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民间借贷故事 表哥原来赌博欠了高利贷 后来我去帮他还钱,高利贷的人住在某酒店,放了一幅 巨大的习近平画像,我当时觉得多么黑色幽默 另外一个女生是我妹妹的同学,也是欠高利贷 被逼的跳楼自杀,高利贷背后都有攻坚法的参与 比黑社会还黑 为什么,为什么要有攻坚法的参与 高利贷有两个 通常是有两个背景 要么就是黑社会,要么就是攻坚法 为什么 因为高利贷涉及到什么 高风险 高利贷等于是利息很高,对吧 利息很高就是高回报 高回报呢,就肯定是伴随着高风险,利息越高,风险越高,因为他会逃跑 或者他不肯还钱 那怎么办 那么怎么去控制高风险 就是一个办法 暴力 谁有暴力,那么权力机关有暴力 执法机关有暴力 黑社会有暴力 所以做高利贷的人要么靠着攻坚法 要么靠着黑社会 他要用暴力 去 把这件事情摆平 否则的话 转头就跑了,对吗 是不是 观点,使用花呗是万分之五的日利息 换算成年化率是17%左右 花呗也要凉凉 前两年我每个月都是月光 花呗经常推时还 现在下决心存钱了,金融服务用得不好 会使人深陷泥沼 没几个人能够用得好的 大概 我认为啊,大概现在中国的 高利贷现象已经是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环节 基本上80后,90后,00后 基本上都会使用 这个花呗呀,这些金融服务 而且这些金融服务全部都是 应该都是超过15.4%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政策下来会出现什么效果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会出现金融紧缩,或者是银根收紧的效果 银根收紧的效果对经济 影响更大 所以其实呢 他现在这方面需求不足 他这方面在出紧缩的政策 这是什么 这就是愚蠢 今天大陆官媒宣传提示,一 有关国产疫苗定价仪式,严格依照权威信息开展报道 不渲染炒作相关话题 不对外中外疫苗价格进行简单对比 二 有关中国建筑工人在以色列感染新冠病毒一事 不传播未经我国官方证实的消息 不转载外媒报道 说明什么 说明疫苗价格很贵 简单对比,他一说简单这两个事情 就是要造假了 就要说谎了 一说要全面 就是 提问,王先生可否说一下 评判一个城市房价涨跌 跟哪些因素有关,比如人口流入流出等等 一个房价涨跌因素很多 我们从大到小来讲 第1个 跟货币政策有关 跟钱多钱少有关 所以 第1个大方向 是 房地产 虽然它是应用性的商品 或者是有实际应用功能的商品 同时它是一个投资品 首先影响投资品的价格是什么 就是 货币政策 就是银根 就是市场上资金的多少 所以跟人民银行有关系,这是第1条 第1个因素 大背景 第2个跟什么有关系,跟土地制度有关 土地制度 土地决定什么,房屋的供应量有什么决定的 有土地决定 土地供应越多 那房屋供应就越多,房屋供应越多,房价就会没那么高 那么土地制度 土地控制越严 那么土地供应就越少 房价就越高,因为房屋供应就越少 第2个,大的 跟土地制度有关 你要关注这些事情 这是第2个 第3个 跟 城市的竞争力有关 城市竞争力越强 城市工作岗位越多 城市工作岗位越多 城市流入人口越多,人口越多 房价就越 房屋需求越大 那么 房价就越高 反过来也是一样,反过来就是你城市没有竞争力,没有主导产业 那么大家在这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会跑掉,跑到别的地方城市去 这个城市人口就流出 那么房价就会下跌 跟这个城市的竞争力有关系 城市的定位有关系 城市产业发展有关系 还跟什么有关系 还跟 政府的政策有关系 政府房地产的政策 它限购,有多严格的限购,它会这一系列的房地产政策有关系 跟房地产的供求有关系 房地产供求 房地产的需求很大,但是供应不足 那房价会涨 房地产需求没那么大 供应量非常大 那房价就涨不上去 所以有些城市,你看房价是怎么都涨不上去 通常,大家记住 省会城市 房价比较难涨 为什么 原因是 省会城市 它控制土地的难度比较高 因为土地通常控制在市政府手里 但是如果你是省会城市的话 市政府上面还有个省政府 省政府有大票的人的权利,比市长的权利还要大 那怎么办 那他就会在市政府那里拿到很多的土地 市政府就很难通盘控制土地 他没办法控制那么多土地,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就盖很多的房子 这个城市盖很多的房子,那房价就涨不起来 大部分的省会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 跟什么有关?跟权利有关 我大概就是说一下这个,你自己在做做功课好不好 情况恢复网友问题,与其说德国亲共 不如说是反美 斯多登说过,美国也监听法国和德国的高层 甚至总统和总理 这就是 这就是法国和德国心头的一根刺 法国国家媒体几乎一变倒的支持拜登 也是因为川普加了欧洲的税 法国红酒在美国卖不动 川普这样不分敌友,一切执意美国利益至上,反过来也损害他的选情 OK 提问王老师,这几天我看了香港 五六十年代电影多部,发现里面的家居到电器服装鞋子 居然和现在无异,根据电影内容都是筷子人口 很包容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于是 我就在想 现代社会虽然 也感觉到进步了,但是对于对比下 对比下来却没有什么进步 特别是 社会人文没那么多的包容性 这是为什么,社会算是进步了吗 这个问题是挺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 我们对社会进步的定义是什么 那么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成长的环境 我们从什么时候成长起来,我们是从 中国烂得像贫民窟一样的社会 成长起来 所以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一直处于物资贫乏的时代 社会建设一塌糊涂 中共治国也是一塌糊涂 那么慢慢的看见了高楼,看见了新楼 在我们的成长的概念当中就是 高楼大厦是进步 新衣服是进步 新鞋子是进步,新的车是进步 反正新的就是进步 那么所以你看到电器,只要是最新款的电器就是好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是受我们的成长环境影响 那么于是呢,我们就觉得,如果你看这个房子这么旧 破破烂烂的 不行,落后 这就是我们成长环境的影响 社会进步不完全是这样,社会进步有很多元 非常多元 我刚才讲,刚才大家讲,我们脑子里 只有一元,就是物质 物质的进步 但是社会的进步有什么?有观念上的进步 有社会结构的变化 等等,很多条件 文化上的,历史的 种族相容的等等,很多因素 所以我们可能要改变 改变去衡量这个社会的 标准 我们去衡量这社会的标准要调整 要调整个更多元化 你才能够完整的评判 一个 你所处的环境 或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社区 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评判标准更加多元化 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对那位失去父亲的朋友的建议 国内没什么道理可讲 这是我和太子党成员共同生活若干年的结论 现在成功人肉翻墙,离开了这个黑暗的国家 中国没有法律,最有关系 是这样 不要把你的生活搭进去 因为 你 大概率是找不到正义 大概率你是没办法 出到这口气 所以你最重要的反击是什么 你最重要的反击就是你活得更好 情况,马上开学了,学校通知每个学生必须自费做核酸检测 每个人65元 这学校和政府挣好多钱 观点,王老师以后一定要成立一个真正的中文电视台 OK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